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上周有分享到人生到底有没有比较省力的方式呢 有吗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父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精神的 你觉得你的恶容不容易 你的担子轻不轻省 很重 那就要换 换什么 换谁的恶 换耶稣的恶 换主的恶 换谁的担子 换主的担子 至于什么是主的恶 什么是主的担子 请回去听 我们就不在这儿再讲 因为如果再讲一遍 我今天讲到 就是讲到好不容易捋完了就差不多结束了 好不好 好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得救跟得利的需要 我们需要得救 得救的原文就是被释放 被拯救 或是在征战当中能够获救得胜 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呢 也包含从道德困境当中被拯救出来 那得利就是被赋予力量 能力跟勇气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经文我们很熟悉 得救在乎什么 归回 安息 得利在乎什么 平坚安稳 但是在原文呢 它是四个单词 也就是得救 在乎 归回 以及安息 归回的原文字意是什么 归回的原文字意是撤回转向 而安息的原文是安静 这个安静是一个名词 就是安静的状态 以色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十六节这一段的背景呢 是当时西西家王他们就是南国 犹大帝国面临亚述的这个威胁 就亚述帝国已经把北国给灭了 然后接下来又对南国产生很大的这个威胁的时候 那么明明这个以色亚呢 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断地跟西西家王说 就是不要跟埃及结盟 但西西家王还是听信了这个假先知 以及这些亲近埃及的臣仔们的话 还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跟埃及结盟 结果呢 一点用处都没有 他们有两次被亚述的大军围困攻击 第一次的攻击为了求和呢 这个西西家王呢 就把圣殿里面的金子 以及他自己宫殿里面连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 赔给了亚述 那么第二次呢 那终于西西家王想起来了 他就回转 从寻找埃及的这个帮助撤回 回到哪里呢 就披麻 披上麻衣 进到圣殿 然后差派人去找以赛亚 然后以赛亚给了他的 给他的应许 就从神那里给他应许 然后当这个 西西家王在神的殿中敬拜 向神祷告 那么神在夜间就拆派使者 在亚述的营当中 杀了亚述营的军队十八万五千 于是就解救了 犹大帝国被 犹大国被围困的 这个危机 所以这节经文的背景 是在这个前提之下的 所以讲归回安息 就是对他们而言得救 他们要从寻找埃及的帮助 这条道路当中撤回 然后他们要安静 安静这件事情 西西家王吩咐他的百姓做得很好 因为当亚述帝国的将军 就向他们骂政 说你们找埃及也没有用 然后你们拜的神也没有用 哪一个神得救了呢 就是哪一个国家的神 让他们得救了 但是西西家王吩咐他的百姓一言不语 就是什么都不要回答他 然后他到神的殿中来寻求神 所以归回是从错误的道路当中撤回 安息是进入到让自己安静下来 所以我们这样理解就知道 我们要怎么样得救 是从错误的当中回来 回转 然后静下来 那么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平静安稳也是两个单字 平静是这个什么意思呢 平静原文就是安静不受干扰 而这是一个动词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不要受其他事物的干扰 而安稳的原文跟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太一样 他原文的字意是信任 也就是我们要得力呢 我们要让自己静下来 不受干扰 要做什么 要信任神 如果这样子我们确立下来 我们需要得救的时候要怎么办 要祷告 思想 我有没有正在奔走什么错误的道路 我要从错误的道路当中撤回 然后我要安静在神面前 那我需要得力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要让自己的心不受干扰 不受干扰在什么事上 在对神的信心 对神的信任上 不要受到任何事情的干扰 那在我们看到西伊家王跟以色列人 他们有哪些错误呢 第一个当然他们就想 依赖马匹车辆强壮的兵马 这在以赛亚书三十一章一节 告诉我们 或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 是因仗 是因仗赖马匹 倚靠甚多的车辆 并倚靠强壮的马兵 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 也不求问耶和华 那这个是犹大当时面临的状况 他们去找埃及 那么埃及对于基督徒而言 我们知道他预表的是什么 世界 我们没有办法安息 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 急急忙忙的 想要找世界的帮助 因为我们看重的是什么 看重他们有马匹 他们有车辆 他们有马兵 对不对 但是我们却没有仰望 以色列的圣者 没有来求问耶和华 那么第二个 不能够安息 或者说西西家王跟以色列的错误 是什么呢 就是骄傲自大的心态 但其实这件事情 我给的经文呢 其实这个是对北国说的 就是北国为什么被灭亡呢 是因为在以色亚书九章九节 这种百姓 就是以法联和沙玛利亚的居民 这个就是北国 以法联和沙玛利亚 都要知道 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 砖墙他了 我们却要找石头建筑 桑树砍了 我们却要换香薄树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北国以法联跟沙玛利亚的居民 他们已经骄傲到一个地步 就是他们觉得上帝给的恩典呢 也不过就是砖墙 不过就是桑树 神即使要提醒以法联 提醒沙玛利亚的居民 让砖墙倒了 让桑树被砍了 他们都说 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 要找石头建筑 然后要换香薄树 就是更有价值的树木 当然呢 心背逆神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就连上帝给他的提醒 他都没有办法接受 他都认为他能够靠着自己 能够重新去做出一些事情来 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骄傲在败坏以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因此呢 骄傲自大的心 是我们不能安息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如果我们骄傲自大 我们就会努力地 要用自己的方法 我们要建造自己的事物 那么第三个 不能安息的原因 或者是以赛亚 西西家王跟以色列人的错误 就是离弃活权自着池子 在耶一米苏二章十三节 其实他也是讲 这个南国北国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着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那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这里讲恶事 讲的是一件还是两件 两件 所以表示离弃活水的泉源 是一件 就是你 你暂时不要神 那是一件事 但是你自己去想办法 那是另外一件事 这个 要听详解 也请听上个礼拜的 好 那感谢神 我还是需要很快地就顺到这里 那我们再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信息 好 那我们在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仰望你 主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得着智慧的心 让我们能够得享你所应许的安息 主愿你圣灵今天丰盛的运行 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 主还是更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主求你保险解禁 遮盖孩子的口 主让孩子所传递的 是按照你的心意 与弟兄姐妹来分享 让讲的与听的都同盟建造 主愿你的圣灵 不断地更新运行在我们里面 主愿让我们经历 主你奇妙的大能 让我们能够每一天得救 让我们能够每一天得利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今天我们要从 不能安息的劳苦 的困苦 跟弟兄姐妹分享 不能安息 有什么困苦 不能安息 大家 我等一下会讲 安息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安息不是 待在那儿 什么都不做 好不好 安息是心里面 很安稳 但是你能够在 与神同在的同时 你能够去在外面 做许许多多需要做的事情 那不能安息呢 第一个呢 我们就会徒劳奔走 以色列人拒绝神的拯救 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征战 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得着保障 就如同犹大 要跟安息结盟 他的结局是什么 结局就是想要倚靠埃及 但是埃及却不能成为倚靠 然后到最后呢 却白忙一场 然后到后来 还是要到神的面前来祈求 让神以人所不能够明白的方式 拯救了犹大 我们讲徒劳奔走这件事 其实很遗憾的 常常会碰到 发生在一些父母 对子女的教育这件事情上 有的时候父母对于子女 就是充满了焦虑 就是很怕他 这个事情没有做好 那个事情没有做好 以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所担心的这些几率存不存在 存在的 存在的 但是作为基督徒 其实我们应该要把握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如果我们都承认人生的幸福 并不在乎这个 家道丰富嘛 对不对 人生的成就与满足 其实也不在于你的 职位的高低 或是是不是受世人 多少的追捧跟尊重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 那我们应该就去思想 那对于基督徒而言 人生的幸福到底是什么 以及它的根源又从哪里来 那么以及我们所 期待我们的儿女 活出一个美好的人生 这美好的人生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 作为基督徒 其实不是要去 不是要去过好日子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 这句话应该 听在弟兄姐妹耳朵里面 都快要听烂了 而是要有过好日子的力量 就是把每一个日子都过成 好日子 把每一个日子都过成好日子 并且你的人生 本来就应 就是上帝就是允许 你在各种各样的患难当中 经历上帝其貌的作为 跟神的同在 以及透过这些事件 给你的提醒 让你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 以及从那当中得到的祝福 所以父母对于儿女的事情 常常就会发生徒劳奔走的困苦 为儿女预备这个 为儿女预备那个 我们听到好多好多的故事 到后来儿女对于父母 多少的怨恨 多少的埋怨 对不对 然后父母操碎了心 等儿女长大了之后 又什么 伤透了心 这是我们看到世人 许许多多的现象 对不对 但作为基督徒 我们能不能够 从这当中被释放 能不能 首先我们要晓得 我们期待我们的儿女好 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成为一个 要成为儿女的榜样 我们是怎么生活的 有没有活出一个他们所 想要所羡慕的一个状态 那在我们还来得及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调整我们自己 让他们看见我们努力的方向 其实我们能够在儿女生命当中 所给予的这个美好的见证 其实有两种 当然一开始从头就很好的 当然很棒 但第二种叫做改变 就是让儿女看见 我们生命不断不断的改变 以至于她就能够看见 跟随主这条道路 是能够让人生命不断不断改变 于是这件事情 就会像一个种子一样 深圳的种在她的心里 而改变 从任何一个时刻开始 它都是来得及的 所以不论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的儿女 有多少的忧虑担心 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决定改变 然后我们要让这件事情 真正的交通给主 我们要进入安息里面 我是用父母对儿女这件事情 来去分享 这个徒劳奔走这件事 我们常常讲 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 但圣经也给我们 一些很明确的规范 或者是说原则 就凡事都可行 但怎么样 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是 所有的事情在做的时刻 我们能够是充满了喜乐跟盼望 而不是在恐惧跟焦虑里面去做 能不能够为人女安排去补习 可以 但请你快乐 也让她快乐 能不能够为人女安排 各种各样的才艺班 可以 但请不要再焦虑 千万不要是因为 害怕孩子在起跑点上 输了这件事 我们看到历史上 许多有成就的人 在起跑点上都很难看 你知道爱因斯坦小时候 被人家以为是笨蛋 你知道吗 被人家以为是笨蛋 可是后来他是爱因斯坦 对吧 当然爱因斯坦只有一个 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就说 小时候看起来是笨蛋的 以后就都是爱因斯坦 不能够这样类比 好 那我们要晓得我们要倚靠神 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 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在安息里面去做任何一件事 不要徒劳奔走 那么在我们自己 事奉跟生活的进程当中 我们自己确实能够体会 并且承认神话语的真实 其实我会发现我自己 在生活跟事奉当中 任何只要是不出于神的想法 甚至于是不出于安息的想法 是倚靠我自己的聪明智慧所安排 你不要讲智慧啦 我所以为的聪明跟才干所做的安排 基本上到后来 我都会发现 其实就是白忙一场 因为靠我们己所安排的 里面一定带着焦虑 一定带着恐惧 如果是在依靠神的状态里面 来去安排的 你是非常交托 而且放松的 所以只要是不出于神的安排 不出于神的想法 到后来呢 白忙一场 甚至于能够不惹麻烦 就算不错了 那偶尔就算短时间 好像有点成效 到后来还是会发现 我所做的那些事情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 反而什么呢 反而是当我们能够安静 能够忍耐等候神的作为的时候 到后来才发现 神的心仪是何等的奇妙跟迅速 所以其实慢慢慢慢的 我们就学会一点功课 就当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很焦急的 想要第一时间就去介入 第一时间就去处理 我们就祷告交托 然后那部电影叫 让子弹飞火 就是让事情发展一下 然后看看上帝在这当中怎么做 然后我们真的需要做的事 真的需要说的话 我们再去做 我们再去说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 有从神来的智慧 我们减少自己突然奔走的情况 如果我们察觉自己正在奔走 你正在很辛苦的 就是到处追赶 然后气喘吁吁 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 我们在追赶什么 我们在奔走什么 我们在想要寻找谁的帮助 我们想跟谁结盟 如果我们是想跟埃及结盟 或是想跟什么结盟 那我们就要想一下 这是不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 我们需要撤回的 那么再来 我们想跟弟兄姐妹探讨一下 关于安息日 安息日是得朝安息的美好时刻 Amen 安息是神给属他之人美好的应许 安息是内在的安静与平稳 安息是连结于神 连结于永恒的盼望 因此安息必须要是 主与我同在 所以进入到与主同在的安息 这是需要的 而这也是需要操练的 我们需要分别出时间来 让我们归回 让我们安静下来 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 让我们重新进到对神的信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 分别出一天的时间 其实现在大多就是分别一个上午 对不对 分别出一个时间 那它的目的就是 让我们在这里 不被原来生活当中的各种事物所缠绕 使得我们的心 能够重新归回正道 让我们专心寻求神 但在这里 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观念 我觉得这观念是重要的 就是安息日 不只是一个让我们重新得利 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面对 未来一周生活的一个时刻 安息日更重要的意义 其实是把过去一周的生活 带到神的面前 让安息日成为你一周生活的高峰 也就是说 你不是用安息日 应该说 你的目的不是那个生活当中的六周 你的目的是在安息日 你能够将你过去一周六天的生活 能够陷在神的面前 所以安息日这一天是目的 过去的六周 所以过去的六日 这是为安息日预备的 也就是我每一天的生活 我是期待着 我在安息日的时候 我能够盘点 我能够思想 我能够陷在主面前 期待我一到六的生活 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祭物 我们要将自己献给神 要献什么 献给神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将我们这个人献给神 那我们这个人献给神 要表现在哪里 就是表现在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是想着我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献给神 所以如果我献给丽雄姐妹一个 一个挑战 你觉得你过去一到六的生活 可以拿来献给神吗 可以 那就非常地感谢主 如果还不行 那我们就要调整一下观念 我们不要停留在就是 我来教会是为了使我 这个得到力量 然后得到力量的目的是 让我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消耗 然后消耗完了之后 我们每个礼拜 我再来到神的面前 得到力量 这样子行不行 也行啦 这是一种 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反过来 你在一到六的生活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眼界 因为一到六的生活 我是为了让它成为献给神的祭物 我是要在安息日的时候 带到神的面前 跟神说 主我感谢你 我在礼拜一到礼拜六 我每一天我愿意遵行的话语 我尽心尽力的侍奉 在我身边的每一件事 每一个人 而我也经历神奇妙的同在 我也经历神的恩惠 让我们数算神 每一天的恩惠的时刻 我们就是将我们一到六的生活 带到神的面前 在安息日当作一个美好的祭物 跟贡物献给神 我们知道 神创造天地万物 用六天的功 而第七天就歇了所有的功 并定那一天为圣日 所以安息日 是我们在神面前 安静的时刻 而安息 其实就表达了 我们对神真实的信 我们要内心不断地向神渴望 我们要渴求主 我们要认识主 我们要倚靠主 当我们真正地 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刻 其实安息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所以安息其实不是一个 要去追求的事物 安息是我们渴求神 仰望神 认识神 倚靠神 所产生的结果 所产生的结果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安息 那就表示我们在仰望神 渴求神 倚靠神这件事情上 这些功课没有学会 那么再来 如果不能安息 那我们就会有被飞快地追赶的 这样的困苦 你会发现 如果没有倚靠神 那不论你怎么忙 你都觉得事情永远做不完 对吧 那似乎永远都会有 更多忙不完的事情要忙 而且你预备的再多呢 也抵不过环境的变化 跟市局的变化 对不对 我们现在常常讲都知道 薪资赶不上通膨嘛 一直 那然后这个环境一直都在变化 比如说20年前教小孩的方法 跟现在教小孩的方法 一不一样 不一样 有没有想过到底是哪里 为什么不一样 然后又哪里不一样 然后到底是谁不一样 做父母的都会觉得 是小孩不一样 对不对 那小孩搞不好都觉得 是父母不一样 对不对 从来没有小孩觉得 他自己是很难搞的 从来都是父母觉得 小孩很难搞 对不对 好 那么如果里面没有安息 其实我们就会疲于奔命 感觉不论做什么都不能安心 所以这种被飞快的追赶 的这种恐惧 其实它是在于 对神没有真正的信靠 就是怕自己少做了些什么 事情就不能够如预期的发展 但作为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想明白一件事 就是你连中午吃什么 都不一定是你能够决定的 对我说的是吧 我说的没错 好那我们为什么又要这么 焦急于想要用自己的力量 去控制一些什么 你知道我们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知道真理就是真理 我们如果愿意遵行真理 按照真理而行 你就可以有信心的去 不被这个情况发展的上上下下 把你的心不断的上下挑动 让你心里面很烦躁 好比我要教小孩 这件事 如果你相信 读圣经对你的孩子是好的 对吧 那你要不要让你的孩子读圣经 要啊对不对 那问题是 孩子读圣经会不会马上就变成天使 不会 他还是会上上下下嘛 对不对 然后孩子读圣经以后 功课还退步了 你会怎么想 你会不会想说 是不是读圣经 让他读书的时间变少了 还是读圣经之后 他居然还是跟同学打架 甚至于偷东西 我们会不会就要去寻求 其他的专家或者是什么什么 其他方式 我们就想要换一种方法来处理 现在面对的事 对不对 我们常会碰到一个环境 我们就要寻找一个方法 这就是我们这个被飞快的追赶 而真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不论环境如何 他都是试的 他都是应该要这样做 我们好好的敬畏神 爱神 敬虔的生活 是不是对的 那如果你的小孩 对于你这样的生活 有埋怨呢 就不敬虔一点 还是如果你的小孩 觉得 觉得为什么每个礼拜 都要来教会 然后就回应他的需求 然后就跟着他一起 就不要来 我还是只是拿 父母跟儿女这件事情 来举例 我们在职场上也是一样 真理 他就是真理 神会允许我们 遭遇一些情况 就好像圣经里面许多人 他遵行神的真理 但是他在环境上却遭遇逼迫 对不对 那么如果那些人 他在环境上就妥协了 你觉得事情真的就会变得比较好吗 不会 我们看圣经的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我们看自己的环境 常常就看得非常的模糊 当我们持守在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在环境当中 我们碰到了困难 我们就会想改 我们就会想调整 不是不能改 不是不能调整 但是要改对地方 不要把本来得福的根源也改掉 我们可能可以在做法上 或者说应该在做法上 在态度上 在应对上 在生命里面能够更加的柔软 更加的谦卑 更加的有智慧 但是我们该坚持的事物 就是不是这些事情出了问题 而是我们这个人里面 本来就有要调整的地方 我们要让真理在我们的里面 发出光来 对不对 但如果我们这个器皿是脏的 那个光可能发出来也脏脏的嘛 所以不是真理在我们里面 发出来的有问题 而是我们这个器皿 我们需要被捷径 我们需要更新 需要改变 所以我这样子说 就是我们要了解 我们自己 其实本来也不能保证什么 更何况 我们根本不知道 一日要生何事 十一篇一百二十七篇一节 告诉我们 若非夜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 枉然劳力 若非夜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对于基督徒而言 我们要晓得自己有 免于恐惧的恩典 因为我们有可信任的神 但是我们有这一位可信任的神 到我们真正能够不恐惧 这中间有没有差距 有差距对不对 差距在什么 就是我们需要真正的信任他 而真正的信任神 我们怎么样子表达我们的信任 以及怎么样子进入到这个信任呢 其实就是听命顺服 我们都承认神是我们的主 对不对 基督是我们的主 祂是我们绝对的权柄 对吧 祂是我们的神 我们本来就应该要信任神 但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任神 我们却都不听从神的话语 那我们其实是没有真正的信任神 真正的信任 必然包含着听从 而顺服神 听从神的命令戒律 这会使我们真正得着安息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神是不是同管万有 是吗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目的 是做成基督的样式 对不对 那所经过的所有的环境 我们愿意按真理而行 环境是不是就都在上帝的手中 也就是说 这个 本来神就掌管一切 特别是对于认识他的人 我们只要不要胡乱挣扎 就是该吃药吃药 该开刀开刀 我是说真的吗 然后 不是啊 你开刀如果不听话 上帝就只要麻醉你一下 对不对 那这个 就让你失去意识 就是让你失去抵抗能力 对不对 然后所以来 来处理 然后你就会慢慢变好 你就会变好 对不对 但 没有啊 我是在讲说 我们家因为那只小黑狗 现在非常不听话 很 对啊 昨天令田师母跟宇恒那个 要帮他点那个耳朵的 那个药 他点进去就甩出来 点进去就甩出来 很不听话 那就很难办嘛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从养狗 也可以体会到很多 这个 那对我们而言 神本来就同管万有 好不好 你的生命 已经宣告是属于谁的 是属神的 那就让这件事情 真真实实 扎扎实实的 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 所以碰到事情 不要胡乱挣扎 让上帝做 他要做的事情 听从神 顺服神 我们在里面 好好地处理 我们自己内在的生命 在外面 认真地面对 每一天的生活 认真地处理神 托付在我们手中的 每一个工作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没有自己的抓取 我们自然而然 就没有自己的得失 没有自己的得失 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主 就能够享受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工的果效 你没有自己的得失 所有的一切 你就看得很清楚 那都叫做恩典 对吧 因为不是你努力 不是你抓取来的 却有了 我这样说明白吗 不是我们努力 拼命要去经营的 过着过着 却也有了 这一番的局面 这就都是恩典 对吧 我们常提醒你这种姐妹 作为基督徒 你真正需要专注的 就是在每一件事情 跟神 对对仗 问神说 主你要在这些事情上 对我的心说什么 我需要改变什么 调整什么 你要让我思想什么 认识什么 不论是好事也好 坏事也好 突然临到的事情也好 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神 让神来让我们明白 这些事情 为了什么 所以我们要问神 为什么 但是不要问神 为什么 这样懂吗 好 那我们 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主 学习不要飞快地奔走 按着神的旨意 预备自己 做神所托付的使命 等候神自己的作为 那再来我们讲 得救跟得利的关键 首先第一个 就是专心爱神 仰赖神 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 神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真言三章五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专心爱神 这是跟随主的人 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我们不能够心怀二意 不能够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其实这些话 我们成为基督徒 一段时间都会知道 对不对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 蒙恩得福的关键 往往在于 我们有没有真的 按我们所信的去行 你知道我们会看到 当耶稣饶恕 那个原来要被石头 打死的那个行音的妇人 对不对 那么耶稣不是在地上写字吗 一言不发吗 然后最后说 谁没有罪 就可以先挤来拿石头 打死他 然后所有人都散去了 然后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但最后有一句话 不要再犯罪了 是要改变 神的饶恕 是让我们要改变 神的饶恕 不是让我们继续停留在 罪里面 是要我们改变 路加福音10章25到28节 那边讲到有一个律法师 来试探耶稣 问他说 该做什么能够承受永生 耶稣就反问他 那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 他就回答 要尽心尽性 尽力尽力爱神 以及爱人如己 耶稣说 耶稣说你回答得对 但是跟他说什么 你照样去做吧 知道 其实还没有办法 还没有到真正蒙福的时刻 你要去行 你要去行道 好 我们是因为真的相信 所以愿意立行 而我们努力地去遵行 我们才会真的明白神的话 而当我们真的明白神的道 我们就真的得着神的生命 也就是说 从知识到生命 中间有一个转换的机制 就叫做去行 你知道了 没有去行 永远不会变成你的生命的 知道去行 然后他才会变成你的生命 那么如何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呢 其实关键是两点 第一个是 对神真实的信 就是相信神 相信真理 那第二个 仍然是我们有没有顺服的生命习惯 我们需要省察自己 我做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我做选择的依据 真的是因为我熟悉神的法则 认识基督的真理 是依据我们所认识的真理 而做出的判断跟选择呢 还是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知识 还是依据这个世界的法则 甚至于是依据我的感觉 跟我的老我 我们要省察 你做决定 你的依据是什么 那么我们面对一件事情 特别是面对跟人有关的事 我们都知道 都有无限多种面对方式 对不对 那我们能不能够信靠神 并且顺服真理 让我们以神的智慧 或是神所喜悦的方式来面对 那我们要知道 这里讲的智慧 不是指着世人的智慧 跟世人的道理 也不是为自己的益处所做的选择 在跟人多前说一章六节那边说 然而在完全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拜王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 乃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 使我们得荣耀的 所以神奥秘的智慧是什么 其实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 让我们得荣耀的 那再来第二个 得救跟得利的关键 就是等候神 耶利米埃哥说 凡等候耶和华 宣礼寻求他的 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以赛亚书四章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 我们也很喜欢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因展翅上腾 行走却不笔乏 这个等候神 等候神容不容易 不容易 等候神要等多久 然后还有 等候神不一定是造你的 我们有没有智慧的眼目 去认出神的作为 还是我们总是在等候 那个我们所定规的样式 定规的状态 定规的这个方法 我们看到这个 当西西家 他们面临这个 这个亚树的围困的时候 之前说他要他的百姓 静默不语 对不对 那对我们而言 我们面临到 如果啦 我们面临到 如同亚树 围困 犹大 就即将要灭亡的 这个时刻 然后面对 从别人来的侮辱 跟对于你的信仰 对于你的人格的 这个挑战 的时候 我们 能不能够 静默不语 我们能不能够 单单的回到主前 单单的寻求主 我们能够这样子做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 我们的帮助是从 造天地的 耶和华 而来 一件事情的发生 对于有智慧的人而言 就能够从当中 得着许多珍贵的领悟 一件事情的发生 他有神要我们学的功课 有神要透过这个事情 在环境当中成就的工作 有神要透过这个事情 传递的信息 而有神要透过这件事情 叫一种人得益处 叫什么人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我们要学习 不要急忙慌乱的回应跟行动 先等一下 等什么 先到主的面前 祷告寻求 先倾听领受从主来的话 先领受从主而来的力量 所以要等候神 我们不要很着急于 觉得再不做事情 就要坏掉了 就要不好了 因为神是调度万有的神 因为在我们自己服事的经历当中 这件事情已经印证 见证了 发生了太多次 就是我们名不见经传 但是我们就是好好的预备自己 做我们手中所知道要做的 竭尽心力的去把它做好 然后时候到了 上帝就把那个人找来 就把那个人找来 于是事情就有了一个跳跃式的改变 而上帝找来的那些人 我们要去找他 都很困难 都很困难 因为可能他们在社会上 比我们来头大多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一位 比他更大的是谁 是万君之夜 神会调度万有 把那些人找来 我们所需要的 就是好好的预备自己 做我们该做的调整 好 那再来 我们要 得救跟得力需要什么 我们要直视真理跟正道 诗篇86篇11节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 指教我 我要照你的真理行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我们先留意诗人 他是为这些事情 他是要求的 因为什么 实在很容易不专心 我们实在很容易 分心 就是没有办法 专心敬畏主的名 西伯来书12章11到13节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伤的腿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 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子不致歪脚 反得痊愈 义人的路是一条 越照越明的路 还是越走越黑暗的路 越照越明的路 对不对 越照越明就是你越走 你的路就会越清晰 你就会越认定 就是这条路 没有别的路了 没有别的选择 而义人的路 也是朝向永恒的路 也是朝向 向着标杆直跑的路 而圣经也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 这一条路 我们是可以修直的 你可以把你的人生的道路 修得好一点 修得好走一点 怎么样叫修直神的路呢 我们看到施洗约翰 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 为主修直道路的 那施洗约翰用什么修直道路 他修直又修直在哪里 施洗约翰传的是悔改的道 他把人的心预备好 要人能够悔改 好让人预备好 要领受基督的道 所以修直道路 就是把你的心预备好 把你的心修直 圣经也告诉我们 高山低谷要消贫 要修贫啊 高山低谷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生命里面 你的性格当中 你有一些突出的地方 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然后突出的地方要消掉 不足的地方要填满 是用什么来消掉跟填满 是用主的话语 那你的生命 如果心没有被预备好 这个路没有修平 你跟随神 就会跟随得很困难 就会觉得到处都是难关 因为这里也碰到 你觉得走不动 那里也碰到 你觉得很受伤 这里你也困难 那里你也困难 然后走着走着 你还会掰开 你就走不动了 你就走不动了 那么我们要修平我们的生命 使你行走不至于歪脚 而修平生命 在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 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怎么修平 就是要被管教 讲完管教就讲把道路 修直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受管教 受精炼 结出平安的异果 修直生命的道路 那最后我们要得救得力的关键 就是要面对自己的软弱跟骄傲 更多后书十二章九节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神成就在人身上最美好的神迹 就是神的能力 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但请留意 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就是神在我们的软弱上 是以基督的能力来复辟 复辟原文是什么呢 是支搭帐篷 居住的意思 就是在你的软弱上 要有上帝的同在 要有神的居住 也就是把你的软弱 预备好成为神的居所 在你的软弱当中 就能够显出神的大能 我们要有主自己与我们同住 有基督的能力运行 我原来的软弱之处就要改变 我原来的软弱之处 就成为见证基督荣耀的记号 好比说如果你要向人做见证 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可以跟对方很自豪 很感恩的说 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有什么样的软弱 但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 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现在这些事情 已经不再困扰我了 比方说我过去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但是现在 如果有这个机会做见证 肯定都是有人觉得你很有爱心 不然到处跟人家自己讲 我现在变得很有爱心 这也很怪 就是人家觉得你很有爱心 的时候你就会跟他讲说 我以前不是这样 而是神自己动工在我的生命当中 所以真正的见证 就从自己的软弱跟骄傲当中 然后被神调整 而成为神美好的记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